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美日一字 這個郎 好 明朗的郎 開朗的朗字 左邊是一個梁,右邊是一個月 大概是一邊一半 但是因為有一個月這一撇 所以朗 這一個 這梁這個,勾上去一點 大概是這種分配 那我們來看趙孟甫 他這個寫法是比較偏勤楷 我們直接 寫他的 好,首先他習慣這裡 做得很重 大概一個短橫畫的感覺 這帶上來連續動作按 帶過來 接下來 加重 也是一個連續動作按 彈起來 他的月大概就是柳葉 輕重輕 帶過來 重筆 帶一點點弧度 挑上來 一 二 大概是長這一個樣子 那我們說如果流暢一點 經常這一點是省略 這是在新郎的郎 這個也是常常這樣寫的 所以要留意一下 我們就省略了 這一點 自己這樣帶過來 然後連筆 寫過去 這樣子的寫法 要留意 好,然後我們再敘述一遍 這裡還在 可以再做稍微省略 也就是說 直接裡面一點就好了 帶上去 稍微不同的寫法 這約 這裡做更大的省略 這裡做更大的省略 好,來留意 好,這都算行書而已 那我們說 行草呢 這個郎 左邊這梁 要特別特別留意 是把它省略成這樣子 帶過來 好 也就是說這一點不要 這裡面呢 用一個彎折代替 裡面一點的感覺這樣 好,然後帶上去 那我們說右邊的月草書 經常是寫成這樣子 不要忘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草書的一個形式 好,當然這一點 經常也是寫到外面 也蠻常看到的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遍 這在之前講過 很多次 要特別的留意一下 好,那如果這樣寫 要注意,這是月 那不能省略成一折 省略成一折會變什麼情況 我們來寫一下 如果省略成一折 好,這樣就是變狼 新狼的狼 這是狼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要留意一下 有旷 forests 不過… dran不 lobby 再稍了 省略成一折會 它也不曉得